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更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大陆的数位化教育产业 我们特别要来介绍的这家公司是全通教育 其实它非常具有指标性 全通教育是成立在2005年 这是一家跨省份 跨区域 结合了平台渠道跟内容的互联网教育平台 主要是针对了3到18岁的学生 提供全方位数位化学习的内容 所以在家里头 在学校他们都可以使用 而这个全通教育也被称为是 中国教育资讯服务的第一股 借着互联网家的重组 现在变成中国股市上的第一标股 在2014年初 这家公司才刚刚上市的时候 他们发行价格是人民币30.31元 一年的时间而已 就涨到了348元的历史新高 而根据统计 在2014年 大陆线上教育的市场规模 将近825亿人民币 预计在今年的时间会达到965亿人民币 而在未来几年 大陆线上的教育用户规模 将会保持每年15%以上的速度来继续增长 预计到了2017年 这用户数量就会来到1.2亿元 而市场规模更会达到1733亿人民币 台湾最大线上英语教学机构 Tutor ABC 请姚明当代言人进军全球市场 现在这个是目前正在连线的状况 然后蓝色的点是我们Tutor ABC的客人 有自信蓝色的点将在大陆分布的密密麻麻 Tutor集团预估大陆英语教学市场 年年有25%的增长 到2016年商机可以达到210亿美元 有雄心壮志是因为找到了大金主 阿里巴巴投资一举砸下1亿美金 2013年7月 阿里集团推出了官方的 网络营销培训平台淘宝同学 早在投资台湾公司之前 阿里巴巴就已经进军大陆线上教育市场 除了马云 腾讯集团 百度集团 以及小米集团 大陆网络巨头争相抢办网络学堂 我和100教育的偶遇 让我觉得教育这样一个古老的行业 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更是大手笔 请名师拍广告 网络补托福 零元学费 要在未来两年砸下10亿人民币 为网络学堂招生 他肯定是想把这个 借此 对吧 把这个流量规模做起来 对吧 因为他一直想做是打造一个平台嘛 第二来说的话呢 就是说他为什么选了一个 就是说像出国考试 第一呢 这部分的人群 他的这个 他都是刚需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雅思课堂 我是江阳老师 那今天我们要讲雅思的单词部分 说到单词 这个网络教学老师正在录教材 传统教师每堂课五六十人 现在动辄上千学生 点接量就是薪水 吸引他头也不回的 从补习班 跳槽 虚拟教师 如果是留学这样的老师的话 在一些城市的趋向于 大概在两三百人块一个小时 而在线上的话呢 比如说你录一个小时 那这个小时可能要乘一个五 或乘一个十 薪资是以往的十倍以上 他隶属的线上教学公司 从大学校园BBS起家 现在已经有六百名员工 超过两亿用户 单日营收百万人民币 从一二年开始 他是非常非常的动 而且用户的需求的话 他可能起来之后 是穷凶极恶的 所以当资本在一起 解燃了之后 他就有一种 以下的这种 爆开来的这种感觉 大陆线上教育机构 从去年开始遍地开花 平均每天2.6家公司 线上开课 大陆线上教育产业 2013年市场规模 924亿元 2015年将达到1600亿 越来越多人 想在荧幕前喝补汤 审时可不是唯一的吸引力 费用可能只是线下 十分之一左右吧 然后他的时间是半年之内 我随便听都可以 大陆最大留学教育机构 曾见证留学补教业 最辉煌的一夜 创办人风光发机时 还曾被拍成电影 大陆留学生的摇篮 现在也得面临转型危机 手机和这个iPad等等 就会变成四季了 变成四季的话 就意味着随时随地 可以无障碍地观看各种视频 最后一定会有这样的 超级内容公司出现 比如说老师讲地球的时候 老师的时候就可以在地球上转 随时点到中国 中国就出来了 留学补教界的龙头 已经要跟腾讯携手 留学教父聘请的百万名师 将在网络开讲 大陆5.91亿网友 有42.6%都曾从教育网站 获取资讯 四局时代到来 线上教育机构加快脚步 抢着遥想虚拟课堂的上课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数位科技为现代教育 开创了新的事迹 所以在开设课程上 最可以更加的灵活多变 应运而生的就是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大规模开放线上课程 这个词的出现是在2008年 当时是由加拿大 两位学者提出来的 它指的其实就是在网络上 开设对所有人 都开放的线上课程 目前在全世界发展MOOC最有名的 分别是Udacity 还有Coursera 以及Alex 你在他们的网络平台上 你可以看到像是哈佛 史丹佛 耶鲁这种 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的 顶尖教授开设出来的课 而且是开放让全世界 所有对这门课有兴趣的民众 你都不需要出国去留学 你就只要在网站上 注册 登录 你就可以上他的课 以全球最大的MOOC网站Coursera为例 从2012年成立到现在 他们锁定全球顶尖大学 来帮他们做课程 而这些学校就拿出自家最有特色 最棒 最有口碑的课程就开出来了 那么因为这么多很棒的课程 所以就导致在两年的时间之内 全球的学生人数就已经冲破千万 台下听众是来自全世界的教育专家学者 这个游戏怕GameO 逗得他们哈哈大嫂 这套融合电玩概念的教学系统 幕后推手来自台湾 台大电机系副教授叶秉成 你要想像一个女生 从来都没有玩过Game 对... 好 就想像一个小孩子 从来没有玩过Game 然后她对这个东西充满得 本来就已经... 她已经有点压力 和学生没有距离 叶秉成的理念 就是要把学习变得轻松 尻着怕GameO 这套活泼的教学系统 拿下全球教学创新大奖的冠军 常送的古文发达这样子 这个太难了啦 每次都不会 让死气沉沉的黑板 变成有怪兽出没的荧幕 从实境到虚拟世界 叶秉成的坚持从没改变 而在开放式线上课程MOOC 他开示的中文激励课 一样令人印象深刻 叶老师的命运是 他就是跟学生一样 只是他今天是教授 所以他讲的梗 他讲的话 就是跟学生是同样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他那个课程你根本不会觉得 像真正在学校许业那样满痛苦 游戏是最能够激发学习热情的媒介 不过叶秉成不只要教专业知识 还要培养软实力 叶秉成的这堂简报课炒得像菜市场 学生们七嘴八舌在练习说话 不是天南地北的闲聊 内容还得要够有料 紧紧锁住对方目光 我之前在YouTube上看到一个影片 就是在做一个社会实验 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在网上交友的时候 然后约出来的人跟你讲 跟你实际上照片看到不一样的话 会怎样 说话在叶秉成的课堂上 是件一等一的大事 从德国到台大求学的学生说 叶秉成的课程放到德国 同样很特别 其实德国别的国家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其实跟台湾制度差不多 大部分的时候就是说 一个人在前面 然后人家就乖乖听 是被动学习 老师一个人滔滔不绝 在叶秉成的教室里面 绝对看不到 他放手让学生操兵演练 当青年学子走出校园 才能够无所畏惧 勇敢迎接挑战 台湾的年轻人其实在跟世界 特别是跟西方欧美国家比起来 就是这个软实力这部分是很牵缩的 所以 学习从不只局限在专业知识 如何自主思考发挥创意 书本外的软实力 也是叶秉成希望带给学生 一辈子都受用了宝藏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网络发展冲击了全世界的教育 其实包含了老师 学生跟家长 都必须调整自己的步调 好跟得上这股趋势 而包含了像是政府 又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等一下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在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的是 台大木克计划的执行长 叶秉成老师 待会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他自己的经验跟想法